天好公开课 就在我上次做了预测的同一天 有一位大佬突然加入战局 红海集团有意引进上海复兴BNT疫苗 郭台铭回应了 接着就是长达一个多月的口水战 直到前两天才暂时有了一个结果 如果你细品这出疫苗捐赠大戏 会发现这是一个经典的权力斗争案例 很值得我们深思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 这个牵动台湾2000多万人安危的权力的游戏 疫苗版 首先让我来帮大家整理一下 过去这一个多月发生的事情概况 5月27 郭董放出要捐赠疫苗的风声 引发社会热烈讨论 这一招算是打乱了朝廷原来的剧本 因为郭董站在大义名分上发言 无私的为全台湾人买疫苗 本来这绝对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 郭董要做这种千万人等级的公益 小老百姓感恩感谢都来不及了 谁会鸡蛋里挑骨头 但是某些人就硬是能把这种公益活动搞得乌烟瘴气 不为别的 就因为买的是对岸代理的疫苗 综合我们之前那一集的分析 朝廷是万万不可能让郭董顺心如意的 否则就是面子里是双输啊 之前规划好的 每日疫苗就台湾民主国家大团结 的剧本就化为泡影了 所以郭董的热脸就硬是贴上了一个冰冻的冷屁股 指挥中心提出八个条件啊 是的八个条件 当然啦官面上的说法肯定说的头头是道 疫苗安全 法律责任 接种部署 完全挑不出任何毛病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所谓的官面说法 不过是给支持者在网路上耍嘴皮的时候 一些笑眉笨而已 接下来呢就是无止境的鬼打墙 两天后的5月29 郭董公开做进度报告 大意是 政府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配合 总之我们一定要捐 麻烦不要阻挡 然后就是技术性问题攻防战开始啦 先是5月31日的新闻 别走冤枉路 16名团申请疫苗 指挥官 没人提正式文件啊 然后隔天6月1号 快讯 500万剂BMT疫苗文件完成了 郭董夫人成功送件 郭董方面用了4天 把政府要求的8大文件被齐了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 官刺两张口 这句俗话是很有道理的 首先是6月2日 郭董捐BMT缺一项关键文件 指挥官 原厂还是倾向于中央往来 是的 文件齐不齐备是谁说了算 是朝廷说了算啊 然而富可敌国的郭董方面 岂是省油的灯 人家可不是在办事柜台外面 抽话马牌 一等就等几个小时的小老百姓啊 隔天6月3日 新闻马上箭报 缺BMT原厂授权书 郭董将厘清 他报 卫福部根本没规定 这条新闻里面的他 就是这两天被某名嘴点名 服装易容不整的刘女士 好了 这下双方算是正式杠上 一方是官大学问大 都是我的人 你怎么跟我斗 一方是为民请愿 含冤奋斗 欲捐救命 却不等6月酷暑将飞雪 朝题方面一看 郭董软硬不吃 那么就只能侧面打击了 这里所谓的侧面打击 那当然就是网络舆论啦 隔天6月3日 马上就开始了 首先是冷嘲热讽 当天的新闻 疫苗打不完 前议员称 接种量能不足 郭董买那么多干嘛 如果你细品这则新闻里的说明 会发现人家说的也是言之成理 主要就是按照原来朝廷规划的模式 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破的那个模式 除了对岸的 所有能买的管道 我们都已经全力在抢了 当然啦 这种说法除了铁板支持者之外 没有什么人会买单 所以还得有另外一种说法 同一天的另外一则新闻 郭董有钱 也买不到疫苗 某月团团长点破 看一下这则新闻的内容 也能发现这一篇的属性很分明 是刻意说给低零项 潜在支持者听的 里面不说什么复杂的法条 而是用大白话说 现在的疫苗就像去年的口罩 人家自己用都不够了 还卖你 就不是台湾政府在打 现实是人家国外 不会现在就卖给你啊 是啊 大环境不好 朝廷也是委屈啊 从6月3日这两则新闻的属性来判断 朝廷方面也知道 民意是站在郭董这一边的 至少是短期民意啦 如果硬要拿出官府的威严来处理 恐怕影响会不好 只能让郭董不断的碰软钉子 就算郭董不知难而退 等到运作中的每日疫苗陆续到货 至少也能冲淡负面影响啊 所以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软钉子 6月4号 快讯 蔡英文肯定郭董热心抢疫苗 用心付出不需要酸言酸语 6月5号 郭董买疫苗有望 指挥官 你核准紧急授权 当然了朝廷的辛苦也得强调一下 6月8号 证实郭董买不到疫苗 行政院长铺是国外没有 目前没有相关民调数据 不过相信朝廷方面那几天是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 还好拖延战术也等来了援军 6月4号 下午1点58 日本疫苗专机降落桃源国际机场 即上载的124万剂的AZ疫苗 6月6日美国参议员访团抵台 宣布将捐赠台湾75万剂疫苗 从捐赠的数量跟宣布的方式来看 这些疫苗与其说是协助致病 不如说是紧急救命 至于要救谁的命 大家心中自有分享 我们参照一下这两天郭董疫苗签订后 网路上盛传的某种缩帖 美国跟日本的疫苗陆续来台 对啊你就不敢再挡了 其实你只要把前后顺序调换一下 就大致上可以理解中间发生了什么了 政治人物发言有一种很高的境界 就是我所说的每一句单独看起来都是事实 但是合起来就通通是鬼话 不过把这些话合在一起听的是你啊 责任在你不在我 总之6月8号之后 朝廷方面也知道势不可挡 所以开始改采分一杯羹的模式操作 简单来说就是买是要买的 不会用我的方式买 将一来买到了以后 唯有一份功劳啊 所以接下来郭董买疫苗这件事 似乎突然开了加速器 6月12日的新闻 郭董做梦也喊了BNT疫苗 指挥官已同意有条件专案进口 同一天 快讯 BNT有条件专案进口 郭董办公室发生了 但是也就在这几天 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各种消息 开始巨量爆出来 我相信郭董手机里面应该收到很多截图了 所以他忍不住说话了 6月17日 郭董一张报告图 这是郭董的FB发的 内容有一段颇刊完位 所有的媒体报道 只要是未经我本人或永龄基金会证实 全部是与事实不符 不管是媒体议测 或是未经我方证实之消息来源 其目的或许是在阻挠取得疫苗一案的进行 实际图谋我方不得而知 遥远止于智者 央求社会大众不要听信这些未经证实的消息 这段话在局外的人听来都异常心酸啊 身处局中的郭董真是辛苦了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出在朝廷终于找到压住郭董这位齐天大圣的乌子山了 6月17号 郭董铺买BMT疫苗进度 指挥官接这事 情势非常困难 到底是什么很困难 报道中的一句话泄入了天机啊 因国际限货不稳定 且大疫苗厂都跟国家往来 是的这就是大家现在记忆犹新的把郭董押住十多天的五指山紧急授权书啊 不管你多么富可敌国 不管你多么急功好义 你不可能有国家名义啊 而且这座五指山是刀切豆腐两面光 一方面意味着郭董说了半天可能是一场空啊 另一方面又暗示支持者国家大疫不可动摇 这是敌我矛盾啊 如此一来可能动摇了支持者就纷纷归队了 至于为什么有国家名义的朝廷自己买不到啊 这种技术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很好解释的 况且日本疫苗跟美国疫苗即将抵达 6月17号这一天过后局势算是无闻啦 至此从郭董发话要缺疫苗开始算 总共过去了整整三周16个工作天 郭董毫无进展 不过也就在这个时候事情起了变化 从近一个月后回头看 6月18这一天是这一系列事件的关键日期 这一天爆出了巨量新闻 郭董向蔡总统报告 郭董判会议件蔡英文官民合作需正式授权 新级捐赠疫苗 郭董报各种看不见的力量拖延 然后行政院出招了 行政院正式发函授权 郭董台积电代表 恰购1000万剂BNT 柯建民不小心说出郭董疫苗价格 蔡英文下午4点接见郭董 台积电董座刘德英 重大转折点 职工总统府拿到紧急授权书 显然的 朝廷已经跟郭董方面达成协议了 协议的内情我们外人不得而知 也许多年后会泄露吧 但是协议的结果 我们却是可以一眼看穿的 5月底到6月初这段期间当中 放话要捐疫苗的团体很多 但是最终却是郭董跟台积电 与朝廷达成的合作协议 这说明了几件事 1. 多数放话要捐的实力都不够 2. 朝廷给出下台阶 郭董很识相 从前两天流传的一张宣传图来看 朝廷方面正式定调要与郭董合作 就是从6月18号开始 在这一天之前的所有运作 都算你郭董私人行为与官方无关 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法律效力 然后八天后的6月26日 台积电鸿海买疫苗有谱 以签署文件完成授权 推估所有流程运作都已在这八天内谈妥 然后就是郭董这位齐天大圣去施展神通了 三周后新闻爆出来 7月5号 郭董B&T最快一周内签约 指挥官依测太多没帮助 这显然是八字已经有一撇了 果然一周后 7月12日 郭董已完成相关合约签署 至此这算是尘埃落定 最后我们来做点小人之心的猜测 目前我们的确是不可能知道 6月18号这个关键点之前几天 朝廷与郭董到底达成了什么协议 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郭董这位齐天大圣 还是翻不出朝廷的五指山的 郭董搞了半天 最终可能收益不高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很简单啊 请问这批疫苗什么时候会到货呢 根据越南买疫苗的流程来看 大概需要两个月 也就是说呢 必须要等到9月中旬 到那个时候啊 美国与日本友情赠送的疫苗 加上朝廷自己购买的疫苗 早就已经打满几百万人了 新闻效果已经冲淡很多了 估计郭董也不会得到 太多额外的政治光环了 如果2024年 郭董还想做点什么 不合时宜的举动 应该也不会有太大杀伤力了 所以想捐就让你捐吧 当然啦 郭董这个情 我个人算是领了 但是这个故事其实我还没有说完 因为学历史的有个优势 我们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内幕 但是我们知道很多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其中的关键所在 所以下一集我会来说说 权力的游戏加进版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感谢你的收看 也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